庄小姐 庄小姐 来跟个舞蹈团的伙伴 跟我们据点的伙伴大家好 那大家知道就是 有一个名言啊 就是在 没有人给你做主舞台的话 你是成为一个自己主舞台的人 那我们在据点工作 然后跟很多的长辈啊 或者是很多的人 需要做一些互动 跟他们做建立一些关系 那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 这位老师 他呢以前可能是在舞台上 是别人主舞台给他 但是现在他成为一个 主舞台给我们的人 然后呢老师很辛苦的搭建 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 然后浓缩在这两天内 的一些精彩的课程 那如何教大家怎样子 成为一个在舞台上 可以看看我的台 然后进而呢 更厉害的话 可以像我们的林董一样 或者是甚至我们的老师一样 搭建一个舞台 让大家有这样子的舞台 可以展现自己 那我们也很请大家 借用大家的双手 我们刚刚已经做了很久了嘛 对不对 那请大家借用我的双手 好当我说一的时候 你大家拍一下 OK啦 好当我说二的时候 请大家拍两下 OK啦 好一 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 那我们欢迎 就是我们非常厉害的 李后昌李老师 带来的精彩课程 然后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收获 就是因为我很常需要办 就是工作房 像下礼拜就要办 预防延缓失能的工作房 然后我也是要上台讲 一个多小时 对 所以刚刚老师教我的那个引言 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蛮有帮助的 因为我每次就是像半桌游客啊 然后要介绍老师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 所以其实这两周可能 其实对我蛮有收获的 就是练习怎么介绍老师 然后练习怎么开场 我现在就是会比较安定一点 然后对于下礼拜的预防延缓失能的工作房 也不会这么紧张 对 所以这两周可能对我来说是蛮有帮助的 好 谢谢同学就是刚刚就是 就即使很害怕 或是即使很不愿意上台 也愿意站在台上分享自己的经验 自我介绍 可以更了解大家 上班团的确我们有很多坏习惯 是自己没有发觉到 那刚才老师都有 老师都有就是提醒大家 刚好几位同学上台的表现 也让我蛮有收获的 就是会用自己的名字 来去介绍自己跟拉近彼此的距离 分享很多自己私底下的兴趣 对 然后也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 对 然后就是我自己收获也蛮多的 然后就真的谢谢大家 这两周来参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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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